現在要來講音階 講音階的時候大部分人會以為 所謂的音階就像是吉他課所學的第一個 咪行音階 這樣說對也不對 我想要用更根本的方式來討論音階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好了 C這個音到高一個循環的C 之間你在安插很多其他的音 可是這些音之間的間隔 有些可能是全音半音 或者是小於半音 或者是大於一個全音 各種不同安排音跟音之間的方式 就是各種不同的音階 我們所習慣的最簡單的音階是 這個音階的構造是這樣 從第一個音開始 接下來是間隔全音全音半音 全音全音半音 因此它有一個口訣叫做全全半全全全半 但事實上這個只是音階的其中一種構造 有很多種不同的構造 都可以帶來不同的風味 像是這樣 從這個C 到下一個C 我可能會是聽起來這樣子 也有可能是 聽起來的感覺都不同 但是都是C到C 知道了這一點之後 第二件事情是知道主音 所謂的主音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開頭的那個音 像這裡 這個例子裡面是用C 來做為開頭 到另外一個C 主音它對於整個調來說 會帶來一種安穩的感覺 我們會說這種安穩的感覺 叫做home 像是回到家一樣 任意的彈奏這個音階的時候 如果我把音停在home 也就是停在C這個音的時候 聽起來會有整個音樂 非常安穩 甚至有旋律中止的感覺 這個是有停在home的感覺 反之如果我不停在C這個音的話 你會覺得音樂好像還沒有中止 就像是話還沒有講完一樣 最後停在C這個音階 就回到home 就會有整個音樂中止的感覺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旋律 讓人家聽起來有 已經結束了這樣子的誤會 盡量不要在一個句子的尾端 常常出現主音 反過來如果你希望做到結束的話 帶回這個主音 就會有明確的結束的暗示 懂得home這個概念之後 你可以做一些練習 聽任何你喜歡的音樂 聽聽看哪一個音 才是home的感覺 然後在你的樂器上面 找出那個home的音 如果是A這個音帶給你home的感覺 這首歌就是A調 如果是C這個音帶給你home的感覺 這首歌就是C調 請訂閱我的頻道 後續還有其他的課程